在這一片白雪茫茫當中 扛著攝影機和腳架 薩米族的導演 小心翼翼地尋找 想要拍攝的畫面 這一片冰川大地 和居住在這裡的人和動物 都是他拍攝紀錄的對象 導演米凱森的這部作品 《藍日今夜》在1月時首映 在紀錄片中 記錄著三位老人 訴說著日常生活中相關的故事 這位薩米族的導演 本來是一位記者 但在12年前 決定要成為一位導演 拍攝並且記錄海岸薩米族 和18到19世紀 從芬蘭移居到挪威的 凱森人逐漸消失的傳統智慧 因為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即使整個社會 和生活的模式 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在生命和世界上 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那時 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出口 在大利益 來自主教 其實也有一個漫無學的 大利益 在大利益 我們必須帶著大利益 在大利益 大利益 这部纪录片将在世界各地 许多电影节上放映 导演表示这是他的重要决定 要透过电影 告诉未来世代这些故事 记者杜亦 林波红 编译